大家好,欢迎收看狗幻木蜜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鬼水怪谈》 由于感情不和,达利亚选择和丈夫凯尔离婚 离婚之后,两个人开始争夺女儿西西的抚养权 凯尔认为,达利亚根本没有任何的经济条件抚养女儿 官司一直都在打着 为了避免凯尔的骚扰,达利亚带着女儿来到了一个偏僻的破公寓 虽然房子有点破旧,但是地理位置还算是可以 搬进去之后,就发现房顶有一块水渍 刚开始达利亚并没有放在心上 西西突然跑到楼顶,却发现了一个书包 里面有一个笔记本和一个洋喇叭 房东责怪看楼人没有锁好门 但是看楼人却说,几个小时前她检查门还是好好的 西西对这个书包很是喜爱 房东答应她,如果一周之后没有人认领就会送给西西 而且达利亚也在家中用水的时候 发现水龙头放出来的水中有头发 水渍范围越来越大 达利亚找到看楼人维修 但是看楼人却总是用各种忙的理由拒绝 不得不让房东亲自出面 这才让家里免去养育之灾 学校的老师告诉达利亚 西西在学校很奇怪,总是能看到一个小女孩 但是其他人都看不到她所说的小女孩 西西说她的好朋友叫做纳塔莎 很快达利亚的梦就开始出现女儿口中的纳塔莎 晚上做梦,达利亚开始大呼小叫说梦话 让西西不能够好好睡觉 原来达利亚小时候也是一个被抛弃的人 房顶又开始搂水 其实楼上的家庭早就搬走了 从看楼人口中得知 男主人带着女儿离开 去寻找一只失踪的妻子了 西西和看楼人要书包 但是看楼人却说书包早就被领走了 西西当场指出看楼人说谎 并说这个书包就是那塔莎的书包 为了能够打赢官司 达利亚找来律师 律师说达利亚精神有点不稳定 肯定会影响官司的结果 达利亚也在公寓附近 发现了凯尔和楼里面的淘气孩子在说话 他断定 之前的恐怖行为和楼上的漏水 肯定是凯尔指示孩子们干的 回到家中的达利亚也发现 扔在了垃圾桶里面的书包 看到笔记本上的名字 发现书包的确是那塔莎的 律师那边的调查也有了消息 原来她找到楼上房子的女主人 因为喝酒成瘾在医院接受治疗 并没有消失 打电话给男主人了解到小女孩 她根本就没有带走 西西在学校里面又看到了很诡异的画面 被凯尔带走去医院接受治疗 医生说西西的精神状态出现了异常 那塔莎的确是楼上夫妇的孩子 丈夫以为孩子跟着母亲 而母亲一直以为孩子跟着父亲 那塔莎就成为了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由于看楼人忘记盖上水塔的盖子 淘气的那塔莎就掉进水塔 其实看楼人早就知道女孩死了 为了掩护自己过失造成的悲剧 看楼人谎称孩子被父亲带走 警察打捞出女孩尸体 看楼人也被扣留 但是那塔莎这个鬼魂 还是依赖达利亚的母爱 不肯离开 开始折磨西西 为了救女儿 达利亚答应那塔莎的要求 从此所有的爱只属于那塔莎一个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